欢迎走进文言那些少 这次咱们来了解一词多意中的度 先来看一段古时候买鞋的故事 宋鸡为夫买旅 徒御小剑 轻松度之 致是方逸望迟度 几度欲反 夺之再三 不得头绪 无奈返家 其夫见其空反 失其程度 以为玩乐无度 致是无成 择其不知以几角夺斜之大小 后人夺取词讽之 以为其家如国 无法度 岂不谬哉 故事里的度有两个不同的读音和意思 接下来咱们就来一一分析 这是度的小传字形 右即手 古时候多用手臂等来测量长度 因此度的本意就是计量长短的标准或工具 发音为度 秦始皇统一度量横 J的度就是计量长短的标准或工具 从这个本意看 最容易引申出衡量事物的标准限度 而这个限度更多是指人的行为 如左边第六行 以为玩乐无度 致是无成 J的度就是人行为的限度 这句话的意思是 丈夫以为妻子玩乐起来没有限度 导致事情没有办成 接着看度 因为度是计量长短的工具 自然就可以引申出表示计量后的尺寸 尺满 左边第二行 智势方意望尺度 J的度就是名词尺满 意思就是到了赤场才想起 放弃拿尺满 唉 真为这位女士的智商感到捉急啊 刚才说的隐身意都是沿着度量事物的方向考虑的 那我们沿着人事管理的角度隐身就能得到制度 法度的意思 左边最后一行中 以为其家如国 无法度 岂不谬哉 J的度就是制度的意思 这句话是说 后人认为送人的家庭小事就像国家大事 没有合适的制度管理 难道不是荒谬的事吗 前面说的是国家社会层面 咱们范围缩小到某个人身上 如果度是人的度量 那就是常态 气度了 左边第五行 其夫见其空返 失其长度 看来这丈夫的度量未免小了点 其中的度就是气度 意思是 丈夫看见妻子空手而归 失去了他常有的气度 继续引申 如果度用于为人处事 那度就有度量胸襟的意思了 妇丸深沉有大度 J的度就是胸襟的意思 说的是后患服还后的父亲 妇丸深沉又有大胸襟 那刚才说的这些都是度的名词译 而度也是有动词译的 那就是越过度过 左边第行 纵妻为夫买旅 图与小贱 轻松度之 J的度就是度过了 这是说 宋国的一位妻子为丈夫买鞋 路上遇到一条小溪 轻松度过了 除了动词译外 度还可以做量词 表示次 回 左边第三横 几度预反 J的度就表示次数了 意思是 好几次想要回家 注意了 J的反是通假意 通反是反回的意思 到这 度有关的意思就都讲完了 下面介绍度的另一个读音 度 当发音为度时 都是动词译 首先 由计算长短的标准或工具 这一本意 可以引申为 衡量 计算 左边第七行 择其不知 以几脚 夺鞋之大小 J的夺 就是计算的意思 是说 宋人责怪妻子 不知道用自己的脚 计算自己的鞋子大小 太蠢萌了 这宋人也不怕几脚 怪不得后人要来吐槽 咱们继续看 前面提到夺有衡量 计算的意思 由此又可以引申出 人对事情的揣测 揣夺 估计 考虑 左边第四行中 夺之再三 不得头绪 无奈返家 J的夺 就是考虑了 意思就是 考虑再三 没有什么头绪 无奈下返回家中 最后 人在做艺术创作的时候 也是衡量如何表达的过程 因此夺 还有一个意思 那就是谱曲创作 左边第八行中 后人夺取词 讽之 J的夺就是创作 是说 后人创作了取词 讽刺这件事 嗯 意思都讲完了 又到了复习时间 首先 夺分成两个读音 一个是度 一个是夺 度的本意是 计量长短的标准或工具 本意引申 如果指人的行为的度 那就是标准限度 既然是计量长短的标准 肯定就可以指 事物的尺寸 尺满 如果用到国家管理上 那就是制度 法度 度还可以指人的度量 那就是常态 气度 如果用到为人处事上 那就是度量 胸襟了 度还有一个动词意 表示越过度过 度还可以做量词 表示次数 意为次回 当读音为度时 全都是动词意 首先 从本意可以引申出 衡量计算的意思 人对事物的计算 那就是揣测 揣夺 估计 考虑了 人在搞艺术创作的时候 也是有衡量的过程 所以夺 也可以指 谱取 创作 以上就是关于度的那些少 下个视频要出现的时间 咱们不见不散